单元二人类 我们会学到的是人类的繁殖 人类的生殖器官 男性和女性的生殖器官的结构和功能等完全不同 胎儿的生殖器官在母亲体内就会开始发育 母亲怀孕至四个月左右 医生就能通过超生移观察胎儿的性别 男性的生殖器官有精子 在我们的膏丸里面有精子 然后这边有叫阴囊 然后这个叫阴精 所以膏丸和阴精在男性的体外 然后膏丸藏在阴囊里 负责产生精子和分泌雄性激素 精子是男性的生殖细胞 阴精负责把精液输入到女性的阴道里 所以精子适合生存的温度大约是35度 因此高丸和阴精处于体外 能使其温度低于体温 确保产生和输送精子时的温度 适合精子存活 女性生殖器官 丸子 我们这边有是卵巢 卵子啊 这是卵巢 然后呢 这是疏软管 这是子宫 然后这是阴道 左右两侧各有一个卵巢 一个两个 一般上卵巢每隔28天会交替产生一个卵子 卵子呢是女性的生殖细胞 疏软管负责将卵子从卵巢输入子宫 子宫位于横腔正中 是胚胎发育和胎儿成长的地方 阴道 先生可以听吗 阴道位于子宫的下方 是丁子进入和产生胎儿的通道 所以特征 这是精子 这是卵子 结构呢 则是精子有头部 颈部和尾部 卵子就是一个圆圈 一个体力 身体里面最大力的细胞 然后生殖细胞呢 这是精子是男性的 卵子是女性的 他们的形状呢 精子则是形式磕斗 分成头部颈部和尾部 卵子则是球形 运动精子呢 它是靠摆动尾部自行流动 卵子是不会自行流动的 然后数量呢 精子的数量是成年男性的高丸 一天能产生数百个精子 然后卵子呢 每个28天交替产生一个 卵子 然后大小呢 男性体内最小的细胞 然后只能在显微镜下观察到 然后女性体内最大的细胞 是卵子 新生命的半生 人类的繁殖过程 涉及男性和女性生殖细胞的结合 属于有性繁殖 受精 精子成功与卵子结合 形成受精卵 从受精 受精卵分裂 直到受精卵移动到子宫壁上着床 大约需要六至七天 所以跟老婆做爱了过后一个礼拜呢 她都可能怀孕 明白吗 然后精子和卵子呢 在肃软管里受精 所以你看到那个方向 精子 卵子从这边出来 精子从这边游进去 然后他们会在这边相运 ok 明白吗 然后才在这边着床 成熟的卵子呢 从卵巢排出 进入肃软管 无数精子被输入 阴道后 沿着子宫和疏软管 游向卵子 精子和卵子在疏软管相遇而受精 也就是她的头进去的尾巴脱落 然后受精卵进行多次细胞分裂 着床后逐渐形成胚胎 所以她进去好过后这边就会断掉 ok 她这里进去 他们就进行细胞分裂 两粒 然后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这样的 ok 所以许多精子包围着卵子 但只有一个精子能成功进入卵子 与其结合形成受精卵 受精卵沿着疏软管向子宫移动 同时进行多次细胞分裂 逐渐发育 受精卵进入子宫 并在子宫壁上着床 受精卵继续发育形成胚胎 怀孕的过程就这样开始了 在给力的知识 双胞胎 在卵子受精的过程中 如果一个受精卵分裂成两个胚胎 就会形成同卵双胞胎 一般上由于拥有相同的基因 同卵双胞胎的性别一致 外表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 女性每隔28天通常只排出一个卵子 偶尔会排出两个卵子 两个卵子同时各自受精后 所形成的两个受精卵 各自发育成两个独立的胚胎 则形成一卵双胞胎 一卵双胞胎的性别可能相同 也可能是一男一女 外表往往也不大相同 胚胎成功灼床后 胎盘开始形成 并由一条基带连接 胚胎借由基带通过胎盘 摄取母亲的血液里的氧气和营养素 发育成胎儿 胎儿通过基带将所产生的废物和二氧化碳 从胎盘送到母亲的血液里 再由母亲排出体外 在孩儿的过程中 子宫里头充满温暖的羊水 胎儿由羊水保护着 以避免受到震荡 羊水也能让胎儿在发育过程中移动 并保持适当的温度 所以这个是胎盘 然后这是基带 这些是羊水 还没有发育成人形的细胞团 称为胚胎 开始显现出人形后 则被称为胎儿 所以三个月前我们称它为胚胎 三个月之后我们称它为胎儿 所以在未怀孕前 子宫像一个倒置的压力 压力你懂吗 然后呢 发孕期间 随着胎儿渐渐发育 子宫会慢慢增大 大约可达到原来的500倍 如同一个西瓜 胎儿发育成熟 直到诞生 大约需要9个月 出生的胎儿被称为婴儿 胎儿的发育过程 这是第一个月 第二个月 第三个月 所以胚胎胎儿 看到吗 胎儿胎儿 四个月 五个月 六个月 然后七个月 八个月 九个月 这个时候如果 他出生会不成功 可能会胎死服众 我朋友的孩子 就是八个月的死的 你看他们讲 他这个手是开的 你看到他是开的吗 他手脚是开的 他的手 这个是关的 这个脚已经开始 准备要摆好位置出来 OK 大约第二个月 母亲就能通过 超生移 听到胎儿心跳 心脏跳动的声音 胎儿的脸部和四肢 亦逐渐成型 大约第四个月 一些母亲开始 能感觉到胎动 我可以看到 一个脚的形状 然后大约第五个月 胎儿的器官 逐渐发育完成 医生通过胎儿器官 结构扫描 知道胎儿的成长 是否正常 大约第八个月 胎儿的体型 逐渐增大 子宫里的空间 变得狭窄了 胎儿的活动 受到了限制 因此 胎动的次数 会随着减少 第九个月 胎儿的头部朝下 表示胎儿准备出生 生产时 子宫的肌肉 通过强烈的收缩 将胎儿从 阴道推出 母体 鸡带和胎盘 也会随后 被排出体外 母亲从怀孕到生产过程 是非常辛苦的 因此我们要格外珍惜和 报答 母亲 如果到了怀孕后期 胎儿的头部没有朝下 会导致什么后果 如果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可能导致 母亲无法顺利自然生产 这是因为如果胎儿出生时 身体的其他部位 先被推出阴道 可能导致胎儿被卡在阴道 最后可能因缺氧而死亡 没有办法不息 繁殖对人类的重要性 增加新个体 确保人类的物种延续 避免绝种 将遗传特征传给下一代 就你很聪明吗 希望女孩子一样给你聪明 这样聪明的人就越来越多 OK 神经系统 神经系统的种类及其功能 人体的所有反应和动作 都是由神经系统控制和指挥的 神经系统可分为中区神经系统 和周围神经系统 中区神经系统由脑和脊椎组成 周围神经系统由其他所有神经组成 中区神经系统脑脊椎 周围神经系统 对呀 然后中区神经系统呢 负责分析信息 并控制人体 以做出适当的反应和动作 脑是人体神经系统的指挥中心 受头骨保护 专心一点 负责分析和处理所接收的信息 发出使身体做出自主和非自主反应的指令 思考和储存记忆 自主反应是指呼吸 心跳 消化 等内脏的无意识活动 非自主反应是 通过意识来控制身体的动作 如吃饭 跳舞 说话 等 脊椎 连接脑与周围神经的主要通路 受脊椎保护 在脑与周围神经之间来回传递信息 周围神经系统连接中区神经系统和所有感觉 器官 内脏 肌肉等 使信息能够来回传递 可分为自主神经系统和躯体神经系统 自主神经系统是控制无意识活动 如呼吸 心跳 消化 等内脏的活动 躯体神经系统则是控制有意识的反应 如看书 走路 喝饮料等 神经系统是由无数个神经系统铺成的 各种信息像 闪电般快速的在神经系统之间传递 称为神经系统 脑的构造正面跟侧面 正常承认的脑大约重1.2到1.6公斤 从正面看 脑看起来就像一个剥了壳的核桃 正常状况下的脑非常柔软 就像果冻一样 脑分为左右两个半球 分别控制不同的果冻 在医学上脑被划分为三个主要区域 即大脑小脑和脑干 大脑负责思维 感觉和控制行为 小脑负责运动 保持身体平衡 脑干负责脑和脊椎 脑干连接脑和脊椎 主要负责控制呼吸和心跳等活动 中序神经系统和周围神经系统的运作过程 中序神经系统和周围神经系统的紧密合作 能让我们做出各种非自主反应 我们的感觉器官可分为感受器和效应器 感受器是感受外来刺激的部位 能传递有关外来刺激的信息 效应器接收到神经系统的信息后 做出反应的部分 中序神经系统和周围神经系统的运作过程 感受器感知周围的外来刺激 周围神经系统传递接收的信息 中序神经系统分析所接收的信息 确认应做出的反应后发出信息 周围神经系统传递有关反应的信息 然后效应器做出适当的反应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眼睛 也是我们的感受器 它看到一个球之后呢 就周围神经系统就帮忙传递眼睛 所看到的信息给我们的中区神经系统 它就会分析我们所接收到的信息 然后确认应做出的反应后 发出信息给我们的周围神经系统 传递有关的信息给我们的手 也就是效应器看起球 拿起那个球 所以我们的神经系统的重要性呢 如果我们的周围神经系统受损 将无法传递信息 使感觉器官无法感知外来刺激 影响人体功能的正常操作 神经一旦受损 需要几个月至几年才能复原 甚至可能无法复原 神经系统受损所带来的后果 连接眼睛和脑的周围神经受损 导致丧失视力 连接耳朵和脑的周围神经受损 导致丧失听力 身体失去平衡等 因为我们的耳水帮助我们平衡等 连接四肢和脊椎的周围神经受损 导致手脚麻痹或瘫痪 控制脸部肌肉的周围神经受损 导致面部瘫痪或背耳麻痹 自主神经系统运作不正常 导致心律不齐 呼吸急促等 保护神经系统的方法有 做好安全措施 你在运动时戴上安全布具 骑摩托车时戴头盔 乘坐汽车时系上安全带 以正确的知识进行活动 站姿和走姿需正确 坐姿需端正 用正确的知识提起地上的物品 为什么长翘二郎腿会损害神经系统呢 答案是长翘二郎腿会使连接腿和脊椎周围神经被压迫 长时间会导致有关神经受罪 还有实践健康的生活方式 我们必须要有适量的运动 睡眠要充足 还有饮食均衡 多摄取富含Omega3的食物 如鱼 核桃 阿玛子等 牙玛子等也是保护神经系统的好方法 然后我们必须要远离不良的习惯 要远离酒精和毒品 酒精毒品和重金属都是会损害神经系统的有害化学物质 我们先来看练习 他体育很累哦 以前读大学我做一次看完 更想睡 我看完14课 两天读完 一天看7课 OK 来打开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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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啊 send了 给我们看第一个 第一面很容易的 很容易的 第二课 人类看图填写男性与女性生殖器官的名称 男性生殖器官这个是 tender 对不对 然后这个是 高丸 女性生殖器官 这个是 软 软潮 B是 子风 C是 阔软管 D是 好了吗 挺好可以吗 挺好好的 可以我们看下一页 发现将以下 生殖器官的 功能连一连 很简单 这个是 男孩子呢 你原来是生baby的 这个呢 二是把精子输入到女性的阴道 三呢 通道 管道 然后第四 然后第五 第六 可以吗 还有八分钟 听到老师讲 以数字一 是九 依序排列人类从受精至诞生的阶段 四三二 一五七 六九八 三四 三 三 二 一 五 一 7 6 9 投在下面的是最后的 所以开始是一个金子在那边看到吗 第二个呢就是开始变成两个了 分解然后变成三个 就变成四例然后就越来越多 然后第五 然后才第六 第七 第八 第九 神奇哦 妈妈要怀胎十月 以后要爱你老婆 给在横线上呢填写正确的答案 金子进入云道后什么 沿着 沿着 资公 什么 质疑什么事 警察不回答的 全部人都是别人回答的 并且朝着疏软管的方向前进 嗯 ok 第二个 许多金子包围着成熟的卵子 但只有一个金子能够与卵子形成瘦金卵 姐 好了 感谢观看 然后受精卵沿着疏软管的同时 也进行多次的什么 受精卵沿着疏软管移动的同时 也进行着多次的细胞分裂 受精卵附在子宫壁上 这个过程称为 扫床 夺床吧 夺床 然后过后受精卵会继续发育形成 黑胎 OK吗 好了 谢谢 根据胎儿在子宫里的变化 牵出正确的答案 胎儿的脸部和什么逐渐形成 然后母亲开始能感觉到 开动 胎儿的什么逐渐发育完整 OK 然后18个月的时候 开动的次数会 位置不够 减少 胎儿的头会朝 朝下 9个月的时候 生产的时候 主动的肌肉强烈的 收 桌 将开而 推出母体 OK 这个我们来看 错 对对 错 错 对对 错 对对 对 在母亲体内 已经发育和呈现出人形的新生命 称之为胚胎 已经出呈现人形的 称之为胎 胎儿 子宫是孕育胎儿 胚胎和胎儿成长的地方 为什么还会写胚胎和胎儿 胚胎是一个月到三个月 胎儿是三个月到九个月的时候 所以他们两个名称都要写 明白了吗 然后 软巢 肃胎管 子宫和胰道 都是女性的生殖器官 是没有错的 然后在胎儿孕前期 胎儿会 翻转 使头部朝下 等待出生日子的到来 这个是前期吗 这个是后期 基带负责 把二氧化碳和氧气 是二氧化碳吗 输送给子宫你的胚胎 那子宫应该会中毒死吧 应该是羊 肥 胎儿 借着基带 把产生的废物 通过胎盘 深入母亲的血液中 由母亲排出体外 胎盘在怀孕期间 形成 未胚胎和胎儿 提供氧气 及营养素 从受精到胎儿 发育成熟 而诞生的过程 大约10个月 不是11个月 人类的繁殖过程 涉及男性和女性 生殖细胞的结合 也就是金质和卵质的结合 属于有性生殖 是对的 通过繁殖 人类能把某种 某些特征 如肤色 红膜的颜色 头发类型等 遗传给下一代 选择正确的答案 完成以下的流程图 人类失去繁殖能力 无法孕育出新生命 然后人类将面临决走 对了 人类将会决走 这个改委已经有读到了 对吗 听到你们要睡 OK 所以读笔记了 过后再回来做练习 事半功倍 明白吗 虽然很闷 熬过去 你们就会厉害了 如果没有这么做 很大可能 你们懂 一半一半一半而已 没有那么明白的 所以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然后下一堂课 这个纸跟他放在 这边可以吗 还是放在我那边 放在我那边 放在我那边 好 所以记得要是放在我的位置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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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